为什么这一次的感觉 好像风向有一点点变了 韩国瑜的好感度增加了 因为你们刚刚那个调查 真的很有代表性 真的吗 就是立法院长这个职务 人家首先想到的是 你能够站在比较高的角度看问题 就是你不会一面倒向某个政党 就是他维持公正 这个的可能性是远高于游锡坤 游锡坤就是 讲话就是党棍 从头到尾都是一面倒向民进党的 也当过党主席 那一路走来 那个正常国家决议文比谁都毒 比台主党刚还毒 所以韩国瑜比较没有这种包袱 所以他比较 因为他是当市长 那市长有时候就要 纵横各种利益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要协调能力 他本来就是天生的外交家 这种能力 那第二个也是蛮重要 第二个就是 当民进党狂风暴雨 来对你施压的时候 你能不能顶住 那这个当然我认为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包括政党协商 柯建平会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 他百分之一千会跟韩国昌一直在那边吵架 那韩国瑜就要做适当的处理 你是主席啊 那另外就是 就是议场上可能会有肢体冲突嘛 那我觉得韩国瑜这个也看多了啦 他应该震得住啦 我就这两种能力刚好就是 相对于以前比如说要选总统啊 选总统人家就会说你对两岸了解多少 对经济了解多少 对台湾的问题了解多少 这不一样 所以他这次这个立法院长刚好就是 找到了适合他的能力的部分 有点这个味道啦 那我觉得他高雄市长被罢免之后 他一路做公益嘛 我觉得他看得更开了 就觉得坦白讲一个人 人生能够两度开挂 这实在是很罕见啦 那以前当立委当三界那也是一种开挂 三次开挂都不同的事业 这个坦白讲他自己也经历多了啦 所以什么东西没见过啊 所以 亮哥有没有觉得他这一次回来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 因为他那时候要选总统 当然是基于有所成吧 那我觉得那次挫败 是他选的并不差啦 碰到反送中啊没办法 38%也不错啊 这个比侯友宜好多了对不对 侯友宜才33% 那他也创造出了 韩粉那个群众嘛 那个肇事的那个群众潮 可是他毕竟还是没有选上 我觉得对他比较伤的是高雄市长被罢名 不是总统嘛 是高雄市长被罢名 就高雄市的市民 前后的态度如此相反 因为我是高雄人我很清楚啊 这个我们认识高雄很多朋友 市长真的是投给他的 可是后来罢免比例也很高耶 所以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大概有学到一些东西 那他大概会体会到有些事情挤不得啦 那可是我觉得就刚好第二次的任务给他的是立法院长 那立法院长是我们台湾的No.3啊 如果赖金德、萧美琴到时候两岸卡住的时候 他的角色就会出现 可是不是现在 所以我才那天我才跟他讲说你不用急啦 你现在要急的是你先扮演好院长的角色 把会开好 让人家知道你是议事主持的干练跟中立 然后对于党团的冲突 当然你必然是支持改革啦 所以可是这里面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处理啦 就是傅昆吉当然就用冲了嘛 国民党必然是扮黑脸嘛 要制衡赖金德啊 那可是冲突到了一个点上 你就要有办法提出一个整合方案 这个就是你的本事啦 那等待金德两岸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那你的角色就浮现了 因为毕竟国会领袖还是有他的角色啦 可是第一年我就还是要把议事主持好 把改革的议题抓稳啦 然后让这个蓝白的改革的议题有进度啦 这个应该是他第一年比较重要的工作 这一任的政府就非常的 我们的宪法体制就刚好巧妙的把他们留下来了 不然是让每个都想落跑 真的是这样 因为蔡英文就是政绩乱七八糟嘛 根本我认为赖清德也会做一定部分的切割啦 不然赖清德民调怎么弄嘛 对不对 问题是赖清德520之后才会来嘛 所以你这个会期要么就是修你国会的 要你强化的一些法案 然后不然就是去好好的究责蔡英文执政八年啦 不是而且这一批的立委各个都财狼虎报的 黄国昌可能认为他报到未老 还是要拼第一名这样 这一次我知道国民党有很多立委也是磨刀霍霍 那雄心万丈 因为被压抑的憋屈太久了 所以一定大家 我看至少会有15到20个人会想要有所表现 一定是这样 硬这一种 一定是这样 那像比如说我那天碰到许晓晓 她说她要在她的办公室设直播间 你看 她说她每天都要直播 她还跟我们说 她说她之后就还没办法来 她在立法院议场 所以是跟我们连线 对啊 对啊 她就是说要维持这个状态 因为她自己会有直播间 然后她如果被侯蓬凯选为副书记长 她甚至还要开党团直播间 所以她也等于是她比较熟嘛 所以侯蓬凯也可以来做直播这样 所以我认为会蛮精彩的啦 因为善用社群媒体 国民党恐怕还是第一次嘛 还有罗志强呢 罗志强也是抖音高手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会竞争很激烈啦 可是竞争激烈是好事啦 因为立法院已经很久 没有看到这样的荣景啦 因为那时候我就跟王宏伟讲说 她补选进去嘛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国民党38个立委 感觉你一个人就占了30%这样 那我现在现在不会这样 现在有一堆人都要想要有所表现 而且这个会期因为刚好碰到 要诊断 这个也不叫诊断啦 叫清算啦 清算蔡英文八年啦 六月之后就没有人 大概就是要看赖清德要做什么啦 也会六月可能也会要求赖清德 看有些东西要不要去继承蔡英文嘛 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好戏啦 可是这个会期讲白了就是 美花跟薛瑞宇也很想溜啦 每个人都很想溜啦 这个 以前就是民进党一党独大护航嘛 你看看你怎么弄 我一定要求这个薛瑞宇公布高端的会议记录 那 所以我认为这个会期其实 国民党跟民众党会自然而然合作在一起啦 嗯 因为你不管是强化国会的职权 你跟你冲突的对象是行政院跟监察院嘛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当然是要站在立法院的立场啊 那要清算蔡英文政府 当然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啊 所以 这个 不用担心蓝白不会合作啦 嗯在议题上 立法院事实上 你也不用去说什么我对你有多少善意啊 那都没有用啦 我跟你讲 那这一次 那个韩国瑜连黄口舱都爆下去了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民众党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蓝白合吗 嗯 他们在思考的都是 绿白要不要合 对 合不成我就投给自己 对 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蓝白合不是吗 是 这太清楚了嘛 所以爆来爆去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立法院不是靠报可以合作的啦 是靠议题啦 靠问证的本事 那自然而然就会聚焦在你身上 那民众党一定要跟进嘛 所以还是看你的问证能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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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